各位,上次说到天生同老,趁着李秋水和虚族在说话的时候,突然发出一掌就打出李秋水,他偷袭成功,就得理不饶人,单脚跳跃,扑扑扑扑,扑上去幼稚再打, 谁知虚族一拦着他,以同老所教的手法,就挡着他打了李秋水那三掌,同老就猛争了,习仔,你用什么功夫来对付我啊? 原来虚族坚决拒绝练天生六阳掌的时候,同老知道将来自己有大难的,为了危急之中多个得力的帮手,就在教虚族破解生死符的时候,将六阳掌传授给他,还和他拆解了很多次,将其中的精妙变化巧妙法门,就全部教了给他, 谁知,谁知到在这个时候自己大占了上风,去族纪远反过来去帮李秋水啊,去族这阵时就说了,前辈啊,我劝你顾念同门友宜,手下留情啊,同老一字闹,就一字叫他拔开,李秋水得到去族帮手,就避开了同老的急功,他内息调理好,跟着左掌就拍出, 右掌一大,左掌的力就兜过虚族身边,攻回同老那边,哎呀,同老一见他就暗暗心惊啊,哎呀,这个贱人居然练成了八雄掌力啊,当时就立刻以掌相迎啊,虚族这阵时就处身在他们两个中间, 知道自己功夫有限,只得长叹一声就退开先啊,那听见他两个屁屁,啪啪又斗了很久, 劲锋撲面,锋利如刀,去族抵挡不住,就想说退到第一二层冰窖之间的石级道, 就在这阵时,忽然听见啊,一声,咦,听出是同老被李秋水推到肩兵里,停手,停手, 虚族就连锤飙过去,出了两招陆阳掌,化开李秋水的攻击, 那同老这阵时就顺势约后,啊,一声惨叫,从石级道滚了下去,滚到下去二三层之间的地方才停得低, 前辈,前辈,前辈,你怎样啊,虚族就连锐气冲下去,摸索着扶起同老上身, 哎呀,觉得他两只手冻冰冰,摸一下他鼻子底,哎呀,已经没了气头了, 他又惊又伤心,就对着李秋水说,师叔啊,你看你,你打死了师伯啦, 忍不住就哭出声,只见李秋水一致走下来, 李秋水一致说,他这个人好狡猾的,一掌未必打得他死, 还说未死,现在他连气都没得透了,前辈,同前辈, 我都劝你不要忌仇的啦,你看看你,李秋水又无理虚足, 在怀中含出一个火接,打着了, 见石级到他灑满一滩滩鲜血,同老嘴压角和胸口里有很多血, 那修炼八方六合为我独尊功,每日要喝鲜血的, 但如果逆气断脈,反吐鲜血呢,只要吐出小半酒杯左右, 即时就会气绝身亡,这阵时石级到一滩滩血, 要夹起码有几大碗那么多,李秋水知道自己这个痛恨了几十年的师姐, 突然是死了,在欢喜之中,又有点寂寞的感觉, 过了一阵,他才拿着火接,慢慢走过去, 师姐,你真的死了啦,不过我不是太放心啦, 哦,他走到同老五尺远道,靠着火接上发出微弱的光, 照到同老面上,只见他整面皱纹, 嘴压角附近的皱纹都藏满鲜血,神情十分恐怖啦, 你抽水就说啦,哼哼,师姐啊,我这世人吃得你太多斧头啦, 你不要再炸死来哄我上当呀, 说完左手一挥,发掌拍了同老心口, 同老那条丝啊,当同断了几条胸骨啦, 哎,去捉个什么来就看眼不过,他都死了啦, 你连师都不放过的,眼见李秋水弟掌又拍出, 即是阿徽掌挡住呢, 李秋水眼尾瞅下这个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, 咦,眼大鼻大,耳大口大, 额阔粗眉,上貌粗野, 变得是什么英俊瀟灑呢, 当堂恶了一下,马上认出, 就在雪山上背着同老逃走的那个和尚仔来, 他右手一伸,就挖在虚足肩头上, 虚足斜身避开, 我才不跟你打, 我是想劝你不要动你师姐的围体, 咳咳咳咳咳, 李秋水连出四招, 虚足上几日将天山鹿羊掌练得熟了手, 竟然全部隔开了, 李秋水一时没有他扶, 忽然间说, 咦,你后面那个是谁啊, 虚足没有些林迪经验的, 一惊之下就来一转头去望一下, 即时觉得心口一痛, 已经被李秋水点中月道了, 当堂全身又臂又远, 啵声就扑下去同老条尸的旁边, 他很不服气, 喂,你是长辈, 这样出鼓劾来哄人都有的, 李秋水啊, 嘻嘻笑话, 并不厌诈, 今天教训一下你这个乏人啊, 跟着又指下他说, 哎呀, 你, 你这种臭白贵和尚仔啊, 居然自称什么中原第一风流浪, 突然间, 啵声, 李秋水长声惨叫, 背霉至阳月道, 中了一掌重手, 正是同老打去的, 只见同老跟着左拳又打出, 正中李秋水心口的山中要远, 你一掌一拳贴身打出, 李秋水啊, 别说出手挡架, 邪身闪避, 创促之中, 连运气护月位都来不及, 整个人被一拳震到飞起, 踏了到石级里, 拿着火接, 也甩手飞了出去, 同老躁躁了, 你躁了很久了, 这一拳非常凌厉, 只见火接从第三层的冰窖道穿过第二层, 直飞上第一层, 这样才跌落, 创促之间, 第三层的冰窖道又至一团七客, 听见同老嘻嘻声冷笑, 去足又惊又喜, 前辈呀, 你没死呀, 那好了, 那好了, 原来同老功亏一跪, 却之就没有练成神功, 而在雪峰顶上, 又被李秋水斩断了一只脚, 功力大受损伤, 这次生死搏斗, 斗到二百招之后, 就知道今天实要输给李秋水, 那打打下, 果然真是中了李秋水一掌, 那劣勢更加明显, 偏偏的虚足又两个都不帮, 虽然是阻择了李秋水的成神追击, 之后令到自己的诡计没办法得逞, 那知道再斗下去, 事必输得更惨, 他一咬牙关, 就硬受多一掌, 炸掉气绝而死了, 那至于石级道和他胸口咀丫过的鲜血, 就是他预先准备定的鹿血来的, 要来有滴上勾用的, 谁知道李秋水十分激净, 明明见到他已经断气了, 还要在他胸口里印多一掌, 同佬一不做二不休, 又致死顶挨过他, 如果不是虚足在旁边阻拦, 李秋水一定会连续出掌, 打到他那条所谓的屍, 熔熔烂烂, 真的不死都变了死, 幸好虚足的人好心阻拦了, 而李秋水见到这个中原第一风流浪子的真面目之后, 既感到失望又是好笑, 就疏了提防, 他虽然知道同佬狡猾, 但是怎么都想不到他这么硬撑又这么忍得, 这阵时李秋水前心后背都受了重伤, 内力突然间失去控制, 就好像洪水泛滥, 即时就要崩堤而出, 逍遥派的武功原本是天下第一等的功夫, 但是内力失控, 在周身百骸中游走冲突, 又宣洩不出, 这些散工时游的痛苦实在是很难形容的, 说这么快, 李秋水觉得自己全身的阅道里头又悲又痕, 知道自己没得医, 就猛叫去捉一掌打死自己算了, 不需要捱得这么辛苦, 这阵时, 上面忽然忍忍若又有点火光照射下来, 只见李秋水全身打针, 一手撕开蒙着面上的白沙, 猛地刮自己的面, 刮到一条条血痕, 猛独,猛狼呀, 你快点一拳打死我算了, 童老这阵时就插嘴了, 你点了猛狼的阅道, 知道现在又要他帮你, 哎呀, 自作自仇呀, 你自作自仇呀, 李秋水撑下撑下就想站起身去解开虚独的阅道, 但是整身渊渊渊渊渊, 想动下都难啊, 虚独看下李秋水, 又看下童老, 见到他受伤都挺重下, 伏在石级里, 来不中还伸几声, 好辛苦, 虚独好像越来越看得清楚那样, 似乎兵庫里头光了很多那样, 摇起头, 望下光的地方, 见到第一层冰架里有一团火光, 哎呀, 有人来了, 童老吃了一惊, 什么呀, 有人来, 啊, 我总归都是死在这个赚人手中, 他勉强提起一口气, 就想站起身, 但是他又怎么都站不起, 两只脚一转, 咚声又就扑回落地, 站不起, 那么他就双手, 死话死话, 向着李秋水那边慢慢爬过去, 想在李秋水的救兵来到之前, 就先捏死他, 突然之间, 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, 好像有水从石级滴下来那样, 李秋水和虚独都听到水声, 就同时来回头望下, 看到石级上高有些水猛滴下来, 哎呀, 他们都觉得奇怪, 那些水从哪里来的, 这阵时, 冰教道越来越多火光, 水声也都越来越大, 那些水滴就变成一岛道水流, 就流下来石级, 只见第一层冰教道那一团火越烧越旺, 这又没有人进来的, 只见李秋水就说, 哎哟, 烧着了, 烧着了麻袋里头的棉花, 哦, 原来冰库入门口的地方, 就堆满麻袋的, 袋里头就装着了些棉花, 是隔着外边的热气, 以保持冰库里头的温度, 不让那些冰块溶化的, 怎么知道李秋水被同路一拳打低, 火接就脱手飞出, 落在麻袋里头, 就即时烧着了棉花, 那些冰块溶化就化成水流, 流了下来下面, 现在的火越烧越猛, 流下来的冰水越来越多, 哼哼声, 过得没多久, 地底下第三层冰教道, 那些积水有成尺那么深, 但是石级那些冰水还猛地流下来, 冰教道的积水一路路高, 那慢慢浸到他们三个人的腰骨里, 只见李秋水就说, 唉, 师姐, 你我两败俱伤, 大家一起死了, 你, 你去解开梦囊的月道, 等他出去先啦, 那, 他们三个人都很明白, 再过多一阵, 那冰教里头的积水一路上涨, 涨到那么上下, 大家就会被浸死的了, 谁知道你童老就说啦, 嘿嘿嘿嘿, 我做什么事, 用不着你多声啊, 赞人, 我本来都打算解开他的月道的, 知道你现在这么说, 你想做好人嘛, 我偏偏不去解, 和尚仔, 那, 你是给他一句说话累死的, 知道不知道, 他另转身, 慢慢就爬上石级, 他打算爬高几级, 就可以亲眼看着李秋水在水里浸死, 虽然自己过后一样要死, 不过只会亲眼见到李秋水死先, 那这个大仇仇算报了啦, 李秋水看着他一级一级的爬上去, 而寒气切骨的冰水已经胀到自己胸口了, 他身体内真气激荡, 痛苦无比, 反而望那些冰水快点胀上去口那里浸死算了, 比起现在好像整身虫咬, 千针转刺的散弓舒服得多嘛, 忽然听见同佬啊一声, 一个冠斗滚回来, 重声, 水花四箭滚了到直水之中, 为什么? 原来他重伤, 手脚无力, 爬了七八级石级, 比较拳头这么大的碎兵顺水而下, 一撞撞到膝头那里, 那他的脚就撑不住, 就滚回来啦, 滚回来又有这么巧, 刚刚踏到虚足的身上, 一旦就弹过了李秋水的右边, 在直水之中, 他们三个人就逼迫一够漏啦, 同佬身材又比虚足和李秋水矮势很多, 当时的冰水刚刚浸到李秋水胸口而已, 已经到达同佬的颈喉啦, 同佬这阵时也在挨着山公的苦楚, 他想着, 无论如何, 都要这个赚人给我先死, 他是想出手打他的, 这两个人中间就隔着个虚足, 这阵时想移得动手一两寸, 还难过上青天, 眼见虚足的肩头和李秋水的肩头是靠近的, 他灵机一动就说了, 和尚仔, 那, 你千万不要运力抗拒啊, 不是就自尋死路啊, 没等虚足回答, 他立刻吹动耐力, 就向虚足攻去啦, 同佬明知道这样做, 自己是加速死亡而已, 事关耐力多一分消耗, 就早一分没命啊, 但是这阵时不是这样, 到时的积水上将, 三个人就说实是他死先啦, 事关浸就浸他先啦, 李秋水整身一阵, 嗯? 国策到同佬以耐力攻过来, 就立刻运耐力回攻啦, 好了, 那去足处身在两个人之间, 先觉得挖着同佬那边的手臂, 有一道热气通过自己身体传过来, 跟着就挖着李秋水那边的肩头, 也有一道热气传入来身体, 稍时之间, 那两道热气在他身体里头激荡冲击, 猛烈相撞啦, 同佬和李秋水差不多功力, 各人受伤之后, 照样是半斤八两就难分高低, 两个人的耐力相足, 即刻就僵持住, 停了在虚足身体里, 你攻我不了, 我攻你不了, 嘿嘿, 那一来就害起虚足啦, 身受左右夹攻, 哎呀, 辛苦得他死死下, 好在他得了无崖子七十几年的功力, 现在三个同门的耐力旗鼓相当, 就成了相似不下的局面, 他这样才没有在两大高手的夹击之下无命啊, 大家攻一下攻一下, 同佬觉得那些冰水就漸漸升高了, 由颈就倒到下爬, 又由下爬倒到下顺, 他不停地吹发耐力, 想尽快击毙情敌, 偏偏你抽水的耐力源源不断, 看样子他又不会这么快没有的, 后来同佬的口头一凉, 一口水就涌入水里头, 他窄了一下, 身体自然而然向上咬, 但是他没办法坐穩, 在水里浮起身, 嘿, 他少了一只脚, 身是轻的, 被人容易浮起, 那一来就死女逃生浮起了些, 嘿, 那他就索性养饿水面, 将后尾枕浸在水里头, 露出口和鼻里来吐起, 去族这阵时大声喊, 哎呀, 知伯啊, 师叔啊, 我好辛苦啊, 你们这样再斗下去, 始终都是难分高低的, 但是我呢, 就强行被你们害死的啦, 但是同佬和李秋水那样斗了, 就是高手比武中最凶险的比拼耐力局面, 哪个停手先, 就哪个先没命先的, 何况两个都知道这一场比拼, 无论是胜败, 终归, 大家都是没命的, 所争的, 不过是看谁先断气的, 他们两个本来是心高气傲, 冤毒积累了几十年, 谁个肯先停手啊, 又觉得一煮香这么久了, 那些冰水就涨到李秋水口边, 他不懂水性, 就不敢像同佬那样浮在水面, 立刻闭住呼吸, 以龟式弓来和敌人相拼, 任由冰水浸过眼睛, 眉毛, 额头, 但是他运厚的耐力, 照够不停地发出去, 虚竹就滚, 滚, 连气喝了三淡冰水, 哎哟, 哎哟, 滚, 滚, 喝了几淡水, 他就害怕了, 突然眼前一瞎, 什么都看不见了, 他急忙闭住嘴, 以鼻来吐气, 吸气的时候, 就觉得胸口很魏门, 哦, 原来这个兵庫密不透风, 那些棉花烧了半日, 外面没有什么新鲜空气进来, 那烧得不猛, 那些火就自己关掉了, 那些火只关掉了, 那些冰水一样不停地流下来, 虚竹就觉得冰水浸过嘴唇, 浸到人中, 慢慢浸到鼻歌底, 哎哟, 他想, 我实死了, 这陈我实死了, 而同路和李秋水的耐力, 还分从左右, 不停地攻, 去族觉得很危险, 耐色奔腾, 好像五藏六虎, 在那儿移了位那样, 冰水来的鼻歌窿, 还差一点这么多, 再涨上一点, 就没办法吐气了, 哎, 他惨在月道避风, 过头想摇起下都不行, 虾子说起来又奇怪, 过了很久了, 那些冰水都没再上涨, 哎哟, 为什么呢, 原来那些棉花关火之后, 那些冰就不再溶化了, 但是虚竹我一点都不知道, 过了一阵, 他觉得人中那里被东西刺痛了一下, 跟着那些痛法就漸漸传到下巴, 再传到的颈喉, 哦, 原来第三层冰架到堆满冰块, 十分寒冷啊, 那些冰水流到下来之后, 没火了, 慢慢又结成了冰, 竟然将他们三个人都结在冰里头了, 咦, 这么都有的, 那他们三个人被结在冰里头, 会怎么呢, 要知后事如何, 请听下回分解, 老二次也认为中心, 好, 这么受过的男神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